哇 那時候很慘耶 我那時候去試鏡 我的皮鞋都開口笑了 然後生蠔哥看到我這樣 他也沒有說什麼 然後就有一天晚上 他就打給我 他說問我住哪 我說我就住什麼什麼地方 後來過三十分鐘 他是直接開車 送到我家樓下 然後打開後車廂 裡面都是 有衣服 有鞋子 我那時候真的 而且他的 就是知道生蠔哥的東西 是挺好 而且是我負擔不起 但是他就是知道 我有這樣的需要 可是又負擔不起 他就是無條件的幫助我 我那時候真的很感動 台北居大不易 孫智 你說你在台北工作的時候 曾經跟老闆預支了 一整年的薪水 可以這樣子 因為那個時候 就像我剛剛講 就是通告拍戲 有一搭沒有一搭 那本來住的房子 房租也付不起 就只好搬去再更小一點 只要能生存下去就好 我那個時候真的是覺得 心裡是想說我要生存下去 所以就找了一個菜市場 在濱江市場裡面的一間 很小的房子 打開門就會撞到床 門就撞到床的那一種 然後就先住了再說 那還是持續工作 有一搭沒有一搭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我們公司 預支薪水 在那個同時我就真的 因為我現在回想 真的是為了要生存下去 所以我晚上七點 到早上七點 我去做大夜班的保全 好累喔 我那時候還問自己就說 沒關係啊 我這樣搞不好 白天還可以有什麼通告 可以去跑一下或是有戲要拍 也可以繼續下去 後來我整個把 把自己的生活做起 然後包含身體整個都壞掉 對啊 你白天要拍戲 晚上大夜班 對 整個是不只日夜顛倒 是24小時 48小時都沒有睡覺 天啊 甚至我最慘的時候 還去看了那個 那個身心科去拿安眠藥 才能讓我大白天的時候 可以安穩地睡下去 到後來我真的是 有一點心力交瘁 因為真的是身體壞掉 後來 那個是真的我人生 第一次體驗到很失敗的狀況 就在我來台北 將近十年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我撐不下去 我就把 真的 台北不是你的家 我那時候真的是 我在那個大 我去豪宅當保全 然後我看那些有錢人 每天這樣進進出出 我要對他們鞠躬哈躍 我都覺得這很不公平 就我明明也很努力 我明明 但是就是跟他們過 他們就是在金字塔頂端 就有很多的負面情緒 所以那個時候借酒交叉 然後到後來真的撐不下去 我就把工作辭掉 然後房子退掉 真的是東西寬寬的回去 而且我回高雄 我還不敢跟家人講 我只有說 我放假 好久不見 南部的朋友好久不見 回來看看家人朋友 但其實我那時候 對我的未來是一片茫然 不知道該何去何從 那我覺得這個是在我 接下來我覺得是在我生命中 有一個很特別的經驗是 回到高雄 認識找回以前的朋友 那他們也關心我 然後我也跟以前的一個 初戀女友聯繫這樣 初戀女朋友 這有時候扮演關鍵的角色 他真的 想到當年的初心 真的 我覺得這個劇本 真的是很奇妙 因為他就是又聯繫到他 後來知道他得知 他在教會裡面當那個師班 然後會唱詩歌 我記得他以前是那種 比較害羞的女生 可是後來我去到教會 我看到他是那種 哇 閃閃發光 很有自信的樣子 我就覺得就深深被他吸引 真的 那個時候 不知道怎麼做 就真的無助的時候 真的就是祈禱 那你要說是 接下來是一個巧合嗎 還是真的是有奇妙的事情安排 我做完這個禱告 然後我就說 我記得我心裡是說 我好累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想回家 我就記得我心裡是這樣講 那後來真的就很奇妙的事情 就發生 我那個時候就接到了一部戲 很奇妙是那個時候 公共電視的斯卡羅 是一部很大的戲 那我不是當演員 我是去當動作演員 因為以前拍戲 有一些經驗 有這樣子的經歷 所以 哇 真的是很特別 因為我當動作演員 我可以指導 或是分享 交流 當時那部戲有五個影帝 吳康仁 吳彭鳳 黃遠 雷鴻大 那個雷拔 還有黃建偉老師 就是我是跟他們一起打 然後最後我還被康仁哥殺死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覺得我好感 感謝就是說 哇 我可以在這裡 我有一個工作 我可以跟 我沒有脫離我愛的職業 我還可以跟這些影帝們交流 那時候我記得康仁哥有鼓勵 我就說不管怎麼樣 都要用一種不顧一切的態度拼下去 堅持自己的夢想 對 我覺得也是有被感動到 所以我後來就是 學習他的精神 在接下來接到的下一部戲 叫做《無主之子》 那時候我就真的是豁出去拼了命了 然後就是把自己變成 導演想要打造那個角色 那也真的很感動 就是那一部戲也入圍當年的金鐘獎 那我覺得這一切 信仰讓我的生命也翻轉 那我覺得也感謝當時那個 不放棄的自己 以至於到現在我覺得 我又重新站回來台北 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有時候覺得 人生到谷底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就是翻轉的開始 因為你把自己放下了 很多奇妙的恩典就出來了 那當時你也 那時候聖豪哥也很幫你 各位南部的朋友 有容我在這邊 像真的曾經幫助我的前輩 告白一下 那時候很慘耶 我那時候去試鏡 我的皮鞋都開口笑了 然後聖豪哥看到我這樣 他也沒有說什麼 然後就有一天晚上 他就打給我 他說問我住哪 我說我就住什麼什麼地方 後來過三十分鐘 他是直接開車 送到我家樓下 然後打開後車廂 裡面都是 有衣服有鞋子 我那時候真的 而且他的 就是知道聖豪哥的東西 是挺好 而且是我負擔不起 但是他就是知道 我有這樣的需要 可是又負擔不起 他就是無條件的幫助我 我那時候真的很感動 是不是 在台北也是很多 暖心溫情的故事 那聖豪哥是高雄人 他還等很久了 還有 你有台北人可以感謝的嗎 有有有還有幫助過 我們公司婉若姐 謝謝婉若姐 當時讓我預支一年的薪水 還有俗緣 柯俗緣大哥 王燦大哥 又安順大哥 謝謝這些人幫助我 所以身為一個資深的北漂族 你給北漂的朋友什麼建議 北漂的朋友 一個最重要的建議 認清自己的生活成本 有多少錢 做多少事情 以前我是給自己定下一個 一天只能花兩百塊的方法 但現在要一天花兩百塊 可能有一點難了 所以我覺得 怎麼在講二十年前的事情 對 但是你可能 比如說 可是至少現在打工 現在打工一小時是一百六十幾 一百八十幾塊對不對 我們連在麥當勞五十幾塊 對啊 五六十年 一講年齡都曝光 就是五六十塊的時代 但是就是說 一樣有那個錢 但是你也有不同的選擇 你說雞腿發生一百二十塊 你還是有可以別的選擇可以吃 然後我覺得這一點可能是 我們覺得不要抱怨 因為我覺得抱怨也不會 改變什麼事情 你要多去增加一些 好的人際關係 因為那些好的人際關係 可能也會帶來一個正面的循環 就比如說他去找初戀女友之後 就有正面的循環 我覺得其實要對我們自己的 出現在你身邊人事物 要有一點點感恩的心態 我覺得可能這樣講會太真面 但我覺得你要相信 你身邊出現這些人 可能是有原因的 然後對 善用台北的資源 因為我覺得台北就是像我們這種 來參與文化的 音樂的 表演的 藝術的 你這種人永遠在最前線啊 所以你很多資源都一定會落在台北 當然高雄這幾年是特別突飛猛進了 所以我覺得在大都市 有大都市的好 而且大都市會逼著你 一定要走在浪頭的最前面 所以你就不能當那個浪打下去那一個 我是自己這樣覺得啦 然後最後就是 男人注定要離鄉 我覺得男兒子在四方嘛對不對 所以男生能夠趁著自己 不管是求學階段或者是 當完兵 出社會 我覺得到不同的 就是其實鼓勵大家離開同溫城 到不同的家鄉 到不同的異鄉去看看 我覺得會對自己的人生 有不同的冒險 人生總是要有故事 就會有很多詞彙 你就會用這樣 不同旅程 不同的風景 我覺得非常認同 我覺得就是在哪裡 我們都抱著一個感恩的心 感恩你現在有的機會 或是感恩你現在碰到的挫折 因為有時候那個轉機 就是在這個挫折最鼓勵的時候 你看機會就出現 像這個孫綻的故事 所以鼓勵大家在台北 你可能覺得有些地方 沒有辦法融入 但你身上台北所沒有的特質 也可能是你未來 發光發熱的關鍵 祝福北漂族在台北 實現你的夢想喔 一起加油 拜拜 觀光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